台湾呢我觉得它有四个软实力的优势 第一个优势的话呢就是民主自由 台湾一定要改变国际的叙事 说中共打台湾是为了台积电 为了取得台湾的高科技 或者中共打台湾是为了取得台湾的领土 根本就不是 我们一定要把台海两岸的这个局势 定位为自由和专制之争 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一个问题厘清了以后啊 是自由和专制之争 那么自由社会就会站在台湾的身后 这就是台湾最大的一个能够保护自己的旗帜 就是台湾的自由和民主 打出这个旗 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 韩国等等就全都站过来了 这是台湾最大的软实力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们无论如何强调都是不够的 就是一定要把台湾的这种制度优势打出来 这是台湾第一个软实力的优势 那不断的讲 不光是在台湾国内讲 在台湾在国际上的话也要讲这个问题 第二个优势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台湾的外交方面的优势 虽然台湾没有很多的邦交国 但是台湾其实是可以组成一个民主国家的同盟的 这一次俄国战争之后 我们看到美国现在跟日本的关系急剧的升温 大家可能看到 马上在七月份的时候 在立陶宛要召开一个北约的峰会 日本是不是北约国家 当然不是日本是一个太平洋国家 是吧 他并不是北大西洋公约的成员 但是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 要受邀去参加北约的峰会 实际上就是说 北约不光是在东阔 甚至绕过太平洋 到从西太平洋这边跑到了日本这一边 而且菲律宾现在 比如说他允许美国在菲律宾 四个军事基地开放给他使用 包括他最北边的那个岛 旅宋岛 所以我觉得就是台湾在外交上 一定要联络这些民主国家 组成一个民主国家的同盟 这是台湾的第二个优势 外交优势 第三个台湾的优势就是经济的优势 台湾有很多的这种半导体等等 关键的产业 那么台湾的这个他的很多的这种产业 如果要是在这个战争中中断 或者被中共控制的话 对于全球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之所以现在美国敢对中共进行高科技的经营 是因为在很 在所有的关键技术领域上 中共都是不控制的 就是国际社会可以完全没有中共而生存 但是呢 如果这个关键的产业 台湾要是保不住的话 这个关键的产业 如果台湾要是不能够保住的话 国际社会也会缺少一种保护台湾的动力 就是如果这个关键产业被中共拿走的话 那么国际社会在跟中共讨价还价的过程中 中共就可以说 OK你对我经营这个 那我有这个 我可以反制你 你不让我造芯片 我也让你造不出来 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反制 所以我觉得就是台湾的这种经济方面的优势 我觉得也一定要保住 这个呢 是台湾的第三个软实力优势 第四个软实力的优势 就是文化上的优势 一个和中国同文同种的台湾 能够有这样一种自由民主的制度 能不断的去宣讲它 我觉得这个呢 是台湾的第四个优势 所以我觉得哈 就是针对这四个优势 台湾应该积极的在这四个方面去发挥作用 这四个优势